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如這個圖 這個代表氫 那這個代表氧 因為它說乙分子的形態存在 所以是S2 再高溫下環液深層的水蒸氣 它的體積關係下列何則可以代表深層物水蒸氣的模型 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氣體的話 它的模數跟體積是乘乘比的 這個的話 一單位體積的話 等於有三個代表一單位體積 它的體積比是2比1 所以它模數比是2比1 也就是說 這個畫血環環是2H2 加上O2 那會變成多少呢 變成2 變成H2O 那也就是說 這是H2O 這是H2O 一倍的H2O 一倍的話呢 是多少呢 這總共有6個 一倍就3個 3個氫 這6個 這6個總共12個 所以一倍的話是12個氫 那12個氫 那12個氫的話呢 那現在喔 一個氧分子的話 有2個氫嘛 那這個總共什麼 總共2 4、6、8、10、12 12 12除以2的話 只有6個氫 6個氫 那這裡的話有3個氫 6個氫 那跟什麼呢 跟3個氫 所以這個應該有什麼呢 有3對 這一個氫 兩個氫 氫是白色的 氫是黑色的 一個氫的話 兩個氫 一個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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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6個氫 1、2、3、4、5、6 3個氫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跟這個是一樣的 就是說這樣 一個氫 兩個氫 應該這樣子 這個應該是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應該是哪一個 應該選哪一個 應該要選B 應該要選B 所以這題大家應該要選B 所以這題大家應該要選B